嗨 大家好 我是林海鸭 阿彌陀佛 很不幸的事情 凯恩老師 上上禮拜的預言 大地震 不幸又嚴重 好 希望大家先幫我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你的訂閱 還有你的小鈴鐺 阿彌陀佛 我們要先幫海地受難的民眾 拜託一下 天災不斷 真是在2021年 沒有一處可以幸免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主題 秉申月強震預言再印證 我多麼不希望他真的是會兌現 但是又兌現了 7.2級大地震 部分城鎮宜為平地 倒塌超過兩萬房屋 超過千人死亡 近六千人受傷 這是人間煉獄阿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海地的總統之前 我有一個預言 說今年最少有兩個到三個的總統 會被刺殺身亡 遇刺 結果海地總統第一個就是被遇刺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 海地的大地震 讓海地雪上加霜 我們來看一下 加勒比海國家呢 海地8月14日晚間發生規模7.2的強震 來看一下 好這是海地 大家看一下 這裡是海地 這是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旁邊的這些國家 幾乎因為海地的7.2強震 而發生了有感地震 臨近的加勒比海國家 如巴哈馬 多米尼加 亞馬加 波多黎各 土克斯 及開克斯群島 美國本土外小島 小島嶼以及古巴都受到影響 這整個區域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7.2級 而且是淺層的10公里的地震 很很驚悚的 來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在8月14日晚上發生規模7.2的強震 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 每一次發生大災難都是淺層地震 由於地震造成房屋倒塌 多人罹難 海地總理亨利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海地首都太子港以西約160公里處發生 極潛城的地震 遇一萬三千棟房屋受損 一萬三千棟 七點二級而已 已造成至少一千三百個人死亡 還有五千七百個人受輕重傷 整個房子的倒塌真是慘不忍睹 好 專家指出此次地震 與2010年摧毀首都太子港的大地震 位於相同的斷層系統 都發生於恩里克羅芭蕉原斷層代 恩里克羅芭蕉原斷層代 強度更勝於2010年的地震 當時2010年只有7.0 奪走二十幾萬人的生命 傷亡相當慘重 上一次2010年的地震 距今是2021年才11年喔 11年前發生的地震 就10年前發生的地震呢 奪走二十幾萬人的生命 想想看 這地震多麼可怕才7.0喔 也是潛層地震 同一個斷層地帶 好地震發生以後呢 美國總統呢拜登已任命呢 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呢 巴爾負責協助海地救援事宜 除了美國 越來越多國家也伸出援手 包括阿根廷的智利 將提供人道主義救援 我國外交部表示呢 政府決定捐贈50萬美元的協助 台灣台南地震救援部隊已出動 前往海地救援 也帶上搜救犬協助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人道真的是要互相協助的 在這個大難當頭之下 我們來看一下呢 另外熱氣 另外熱帶氣壓呢 葛瑞 還有一個熱帶氣壓 葛瑞斯特呢 持續逼近海地 將在8月16號晚上登陸 並帶來豪大雨 增加救災難度 並可能引發後續的洪災 我的天啊 這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世界啊 海地總統被暗殺 然後呢 還聽說 這是媒體的報導 說他們的有一個呢 就是高級的官員 有涉案 好 那接著下來呢 還有熱帶氣壓 壓近啊 海地 可能引爆洪災 現在的一個水深火熱的 整個地球呢 到底是要人類滅亡嗎 滿驚悚的 希望大家愛護地球 再講一次 希望大家好好愛護地球 這個地球已經變了一樣了 他不太聽人類的使喚了 他是在摧毀我們這些人類 全球發生的天災還不夠多嗎 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海地是一個悲慘的國家 你知道海地吃什麼嗎 吃泥餅 你知道人民是吃泥餅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關於先生的海地總理喔 海地第四五任總統呢 摩毅在七月七日遇刺身亡後呢 臨時總理呢 喬賽德宣布全國戒嚴 由他來接管國家 而引發權力 而從 從而引發權力鬥爭 你看看喔 這個總統呢 屍骨未寒 現在呢 內政又開始內亂了 好原內政部長呢 亨利呢在摩毅市遇刺前兩日 獲任命呢 為總理 但尚未宣布就職 連日來呢 喬賽德和亨利召開一些事務性會議 結果 商定呢 組成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 由亨利擔任總理 好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呢很多的國家都是在權力鬥爭當中 尤其是像這樣的國家 真是恐怖啊 到底人民要何去何從啊 我們再來看下去 最近呢其實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來 這麼多的地區這麼多的國家 雅買家 多米尼加共和國 好 這個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最近很慘啊 我們再來做一集節目給大家 波多黎各的壁紙非常慘啊 然後呢古巴巴哈馬 還有呢 這個 土克斯 好 這加勒比海 沿海的國家呢 都是受到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整個地球不只在發燒 地殼整個劇烈的在變動 而且呢火山不斷的在爆發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發生的地震到底又是怎麼樣的 來7月17號呢 日本呢 奈富內海呢 規模5.1 深度80公里的地震 之前呢 有一個地震是 一天震了一百四十幾次 大家不要忘記了 7月26號呢 印尼的盧武克呢 規模5.9 深度15公里 印尼的 7月26號同一天呢 印尼蘇拉威西島呢 規模6.3 深度30公里 看看沒有 深度80公里還比較好一點 深度30公里還比較稍微好一點 但是規模越來越大 5.1 5.9 6.3 好 7月28號 半個月前 米瓜拉斯加外海 發生規模8.2 深度46.7公里 引發 差點引發海嘯 本來要發布海嘯 那個海嘯如果發布的話 就直衝日本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8月份 台灣規模3.0到6.1 總共有41起的地震 花東一帶 搖了41次的地震 而且一天連14震 很可怕 很可怕 台灣其實要小心 8.5號連兩鎮國家警報大響規模6.1的地震 那一次6.1的地震是清晨 6.1然後5.5的地震 我們都被嚇醒了 然後呢 警報系統有響 我的手機沒有響 不過呢我是被搖醒的 請問一下 像這樣的地震 是不是很可怕呢 結果那一天6.1級大地震 因為台北是三級地震 晃到那個床都吱吱叫 我是被嚇醒的 然後呢 想想看 我那天做了節目說 這個月 農曆七月的秉升月 地震還會更大 才講完 沒有幾天 海地就發生7.2級的大地震 多麼悲慘的事情 我不是要講我自己多準 只是要告訴大家 我在提醒大家的時候 請大家真的要小心 請大家真的要小心 我的預言沒有百分之百 但是呢 我要告訴各位 我一旦講出來的事情 大部分都會兌現 請大家要小心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覺 如果長期追蹤 海恩老師的直播 你們都會有感覺的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先按訂閱 開啟你的小鈴鐺 先幫我分享 給所有的親朋好友吧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8月2號 印尼 印尼又發生了 巴布亞省呢 那個納比雷 規模5.9 深度13公里 越來越淺 我們的深度 也是大概都10公里左右 台灣的深度 大概都10公里左右 10公里 11公里 12公里 15公里左右 台灣的地震要小心 好 所以呢 我還是要提醒 我們台灣的民眾 如果地震來臨 第一個 先打開你的大門 家裡的冰箱要儲備水 萬一地震搖得很厲害 你在高樓沒有辦法下來 躲到冰箱旁邊去 躲到冰箱旁邊去 三樓以下的民眾 一定要往上爬 不要往下走 上一次 就是台灣7.1級大地震 921大地震 大家不要忘記了 你知道嗎 三樓變一樓 三樓變一樓 所以你住三樓以下的朋友 請你往上跑 請往上跑 不往下走 往下走你就會被 整個會被 被土石給蓋死了 這樣大家知道 一樓二樓三樓的民眾 一樓往外跑 二樓三樓的民眾 來不及是吧 往上跑 要往上跑 爬樓梯都得爬 不要坐電梯 請大家記得 所以呢 樓梯間是不是要清乾淨呢 以利大家可以投身呢 不是往下走喔 二樓不要往下走 一遙望起來 整個二樓就垮掉了 因為如果有地下室的大樓 他整個會往地下室下去 如果是老舊房子 不要忘記了 上一次921大地震的中心大樓 只剩下兩個人存活 兩個年輕人 一個禮拜以後救出來 因為他在冰箱旁邊 然後有水可以喝 記得嗎 921大地震很久了 上次那個921大地震 我寫在我的書裡面 我有說 那一年要特別注意大地震 好 希望大家要特別小心 好不好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印尼呢 你看喔 8月2號 8月3號 一直都在地震 然後呢 印尼連著幾天呢 這個孟塔維群島呢 規模5.8 5.9 深度40公里 你看有深度13公里的 然後呢 有40公里的 日本 坎城縣 規模6.0 深度40公里 日本 也是地震帶 印尼也是 印尼的大海嘯 大家不要忘記了 那一次的地震是9.1級 9級到9.1級 多麼恐怖的世界啊 死了將近30萬人 29萬多人 好 8月14號 美國阿拉斯加 又發生了 在南方近海 規模7.0 深度21公里 上次是8.2級 這次是7.0 8月14號 前兩天 那昨天 昨天 所以呢 美國LA的朋友呢 我們的粉絲團呢 有告訴我說 美國又發生地震 請大家也要小心 那個美國LA的斷層帶 大家要特別注意 從 上一次 已經很久了 我相信呢 大家都心有餘氣 現在呢 最怕就是美國的 LA的斷層帶 還有呢 台灣跟日本的斷層帶 印尼的斷層帶 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基督城 基督城發生的地震都很可怕 都是8級9級 9點幾級 它還是 現在還是明夜第一的9點幾級 大地震就是在基督城 紐西蘭的基督城 所以呢 如果你們是住在這幾個地方 或者你們親朋好友 在這幾個國家 請大家務必要小心 好 那我想呢 這次的地震呢 警示著所有的全球的人類是什麼的 希望呢 大家好好的 來解釋自己的房子 生命安全 我相信這是非常重要 而且你要有地震常識 好 接下來呢 我相信呢 大家都很緊張了 台灣呢 氣象局 也有預報 警告過我們 那些叮叮噹噹的震度呢 可能就是火山的爆發 也可能是更大地震的來臨 希望大家呢 都好好的維護自己的健康 維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 韓老師呢 這集不再做預言了 我希望我不要講就不會發生 非常感謝大家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分享 然後呢 分享給你所有的海外的親朋同學好友們 我不再做預言了 讓我很痛苦 真的 每次講了預言就兑現 講了預言就兑現 這讓我非常痛苦 我希望世界和平 世界是平安的 世界是大家人類都能夠平安過日子的 世界是美好的 不過呢 每一次的 這個災難呢 看到世界的人道救援 我們也很感恩 人 人類要在這個地球生活 真的要愛護這個地球 我再重生一次 我沒有愛護地球 節能減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呢 氣候變遷的這麼嚴重 離氣候變遷的會議 大概三個月左右 這些大國 像美國跟中國 他們是不是可以 真正做到節能減碳 其實二氧化碳呢 它存在這個大氣層裡面的時間 是非常久的 但是現在呢 甲烷 也是呢 讓我們 整個地球發燒的原因之一 甲烷 很可怕 你看過那個氣泡嗎 氣體的爆炸就是甲烷 所以呢 大家是不是要特別小心 我們台灣的 高雄的氣爆就是跟甲烷有關係 希望大家要特別注意到 有些地區呢 老化 然後呢管道呢 是非常老化的 百年幾十年 都可能發生更重大的災難 所以呢 我們如果住在那種 比較 舊的社區裡面 也請大家要特別小心 你知道嗎 現在 所有的 動不動就是一個 大馬路的大天坑 這次高雄有很多個大天坑 包括南投 前兩天 禮拜六禮拜天呢 出油的人現在 因為呢 土石流 回不來的也很多 大家要小心喔 不是出油就很開心 出的去回不來的 一大堆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的做好 防震準備 嘿 我想呢 這兩天呢 應該會有颱風的行程 也希望大家 做好防震準備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防疫一定要做好 Delta病毒是太可怕了 我們這個世界已經不平靜 希望好好的保重自己 謝謝大家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分享以外呢 按訂閱開啟你的小鈴鐺 阿彌陀佛 拜拜